今天邀请到一对 已经友情超过20年的一对好友 然后其中一个呢 是几年前 明明我们也是好朋友 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突然断交了 我内心是有一个小故事 但是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反正现在就是他有新的朋友 欢迎明星姐 A3 好 欢迎来 星姐 什么故事 你说你第一个进演艺圈 认识的好朋友是子玉吗 从在公司 所以你是先认识他 还是先认识我 先认识他 那时候我都还没出片 我进滚尸 然后他刚好也是新人的时候 对 所以你是后来才认识我的 对 那你后来为什么 我是出道以后才认识你跟大S的 但是你为什么突然跟我见行见远 有吗 我想一下 我记得我们以前 我是因为佩慈认识你们的吧 对 因为我佩慈也是我们公司的 那个歌手 然后我还记得我们还一起去过香港 对 你之后你在香港 而且是我跟你 跟你姐三个人一起去香港 对 你之后你在香港讲了 你做了一件事让我很想赏你巴掌 什么事情 我还记得了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还很年轻 就是很爱面子的那种年纪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一起去逛街 然后我就记得在那个百货公司里面 叫做手扶梯 然后他是站在我后面 所以就是高我一阶 我在他下面 所以他就是等于是可以看到 我的头什么的 然后那时候你也知道香港 就是人很多嘛 很多 然后他就说 你有很多头皮屑 然后因为当时还没有像现在就是说 那又怎样什么的 当时就说 有那么多吗 然后就是真的脸歪掉 真的是没那么过的吗 你记忆力超好的 我都忘记这件事情 我只记得我们三个人一到香港 然后就很开心去吃点心 对 我记得台湾那时候还没有吃港式点心 所以我们三个人一到香港的时候 我最开心就是跑去吃点心 那你还记不记得在香港的时候 有一件事也把我惹毛 就是因为我一直把你惹毛 你到底记得多小 多小子找到过面的事情 因为香港那时候就是 李欣杰还有大S跟我 我们三个去 然后那时候我还没有戴牙套 你们也知道就是长得比较那个 然后那时候那个 我们去一家店 然后一进去 然后那个店员就是男生 他们就说 就是美女 美女 美女进来 对 然后我们在那边就是看东西的时候 他们就一直在观察 我就想说 等一下就是搭讪 然后反正后来那个买单的时候 他们就果然就说 可不可以要电话 哦 对 然后那个 你跟大S好像就是 就是故意要留个什么 甲电话就写一写 然后我想说 然后他说 我正要写的时候他就说 他要到了 他没有要你的 没有要我的 而且他们说 人的也没有包括我 好 然后可是这件事情 应该不关心结的事情吧 但我就是不爽啊 我 我怎么觉得 我怎么记得 我完全不记得有这些小细节 就显得你很小气 可能我们不小心 就是有这些小细节 伤害到你 但是我可能不知道 没有 因为我是个小细节 因为我是一个很豁达的人 但是因为忍不住记一些小事情 但其实我现在也不是很在乎 只是就是提醒你当时那个 所以记个十几二十年就是很在乎 你们可以理解我当时的心情吗 因为你们也知道 那个爱面子的年纪 对 可是你们两个是已经 真的是超过二十年的友谊 对 我其实算算大概二十五年以上 一直感情都很好吗 也就是说中间有稍微变得 就是分隔两地还什么的 都一直分隔两地 但是我们的感情好像都没有断过 因为我是二十岁到台湾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认识他 那时候他还在唱米歌餐厅 那我也还没出片 所以他就经常开着车 带我去听他唱歌 他就坐在那个下面 然后点米饮料 像歌名一样 他就在台上很帅 这样弹吉他唱歌 然后后来反而是我先出片 他后来变师姐 本来是就是他比我晚签 但是后来他变师姐先出 然后我就出唱片 所以你先出 然后景秀才后出 对 后出 然后他 可是我们都是同期的 所以我们也经常一起跑 同高跑校园演唱会 对 然后一起办音乐会 直到我离开台湾 然后我去了香港 我们还是保持联系 一直都保持联系 我每次来台湾他就是我的 陪睡女郎 就是 我偶尔也会去香港找他 所以他这次来台湾 你有陪他吃跟睡吗 我几乎都会 但是这次因为他太忙了 然后我刚好最近也在拍戏 只有这一次 以前几乎没有断过 对 他一来我的工作很奇妙 就会突然的被延期 或是就停掉 然后就是为了要陪他 对 所以你们应该就是经历过 很多彼此的人生高低潮吧 我们分隔两地嘛 那我当了演员以后 我当然也会开始 有很多其他工作 会跟其他的艺人 做很好的朋友这样子 然后后来太久没有见面 然后呢 我们都很在乎彼此的友情 然后突然有一年我到台湾来 他就说我想跟你说一些话 我说什么 就很认真那种 然后他就说 因为可能他修琴 他说他以前是比较没有自信的 我比较内向 然后比较没自信 比较 以前 封闭一点一点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觉得好像 我不是那么在乎他这个朋友的 然后我们的感情有点改变了 然后我就很惊讶 我说我完全没有这样子想 但是你当时觉得 你被有点冷落跟忽视 因为我发现他身边有好多 好姐妹 好朋友 然后演员的朋友 对 我都觉得他们很棒 然后我自己就突然 有点自卑心态 我就觉得可能 他觉得我这个朋友可有可无 那我就觉得 我就慢慢地觉得 我就是默默地 等他如果找我的时候 我再去找他 但是我就觉得我也忍不住 我一定要告诉他 结果就讲完 他就很惊讶 他就说 不会啊 没有没有这样 他才 你好像才觉得说 你才告诉我说 其实不是这样想的 对 这怎么会这样想 对 因为他就朋友有不同种 但不可能硬把我 带他跟他们一起 这样也很习惯 所以你那时候 在乎的是他当了演员之后 所以他身边的朋友 都是一些演员 对不对 对 有演 然后你就会觉得你是歌手 然后打不进这个圈子 是 我知道那种感觉 对啊 而且我记得在更早以前 其实他先出片之后 我有一段时间 我不敢找他 因为我那时候有听到 是啊 对 那时候其实公司 有一些同事他 因为他就变成小公主 每一个人都知道李欣姐 就是很天真 很漂亮的偶像 然后我们那时候都还没有出片 就会觉得说 他已经变师姐了 然后每一个人都是把他拱得 就是一个大明星 然后我就觉得说 我觉得我不要找他 好 免得他 人家会觉得说 我好像在蹭他 或是觉得怎么样 后来他就突然说 有一阵子的 快好几个月你就打他 你就打给我 我就说你今天在忙什么 我就说还是在唱明歌 什么什么 他就说你怎么都没有找我 我就说我看你很忙 大家都很照顾你什么什么 我又想我好像不用去 我没有要去 对 好像我要蹭你还是怎么样 你就 他就把我骂一顿 我发现我们俩有很多黑暗面 是 不是 他不去 然后我们已经完全就是置身事外 然后我们自己脑补一大堆 对 我们自己走出小剧场了 没有 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就退远一点 免得人家觉得说 我扒着他这样 但是其实我心里还是觉得 我再没有出道之前 我觉得我们的感情 我是非常非常珍惜 可是他看他越来越好 其实很替他高兴 可是又觉得 我自己现在有的时候没心片 没有 其实主要是因为他 我觉得你是对自己很没自信 我以前真的是非常没自信 而且他 因为他忍又善良 所以他常常会有很多委屈的时候 就会发生一些事情 然后他不敢表达他自己 然后他没有办法做他自己想做的事 说他想说的话 然后因为我们也是好朋友 所以他就会常常跟我讲 我就一直跟他想 你就是一定要表达你自己 他就一直鼓励我 说你就这样做 这样做 我说可以吗 他说当然可以 我就说我就慢慢慢慢地试了 一发现 其实原来是可以 因为星姐 你有觉得他变成演员之后 我觉得他整个人好像 整个人都开了 是 他真正的那个云紫玉就能够展现出来了 对 因为那个时候跟他聊 你怎么说他都没有办法去做到 跨不出去 对 勇敢地表达自己这个部分 然后后来他当了演员 我觉得因为演员这个工作好像是一个 这个表演好像是很内化的一个表演 你要必须对自己有很多的 内在的一些探索 认识 然后慢慢接着角色可能也是一个出口 然后情感的表达更丰富了以后 我就看着他有了很大的成长 我也觉得 对 真的 我觉得你现在就整个人就是 有一种演员的气势在 就是跟以前你当歌手的时候是不一样 以前就是觉得你是很会唱歌的歌手 可是现在会觉得 你有一种那种演员在发光的感觉 就整个脸都很开 脸很开就是他的五官 总算就是觉得好像波云界 亮 亮 亮起来 对 而且你现在是不是自己也有很多 演员的朋友 有 而且我觉得戏剧治疗吧 他把我很多 以前不敢表现的 透过角色 他可能 我最怕吵架 我最怕讲话很大声 后来戏剧里面 导演要我这样 角色要我这样 我就全部都护出去之后发现 好像没有我想象中那种可怕 慢慢就和解了 所以你现在人生就是过得很自在 是不是 蛮自在的 盛开了 盛开了 所以你们有在尬说 谁认识的演员比较大咖吗 演员 我就是 其实我一直都没想这些事情的 但是他偶尔几年 他就可能会有一些小心情 那我可能不是很注意到 还好有时候就是朋友很好 他忍一忍 忍不住了 就会跟我讲 那我这个人就是 我是很重感情的人 不管是亲情友情 你看你重感情吗 小爱情 不是 香港之旅 香港之旅之后 好像你也 有吗 我还有去看演唱会 什么演唱会 有一次我跟你 跟你姐一起去看演唱会 一个日本的歌手 我就忘了名字 还一起去看演唱会 你说去日本吗 没有 我们在台湾 对 可是看我演唱会 就没有再联络了 我最后为什么我们会 渐行渐远 我就可以 因为妳就开始觉得 自己是大明星 你也很在意 不是 因为我们 可是你们 我们当主持人身边就是 你知道围绕就是这些啊 没有了 我也很尊重 那个啊 这份友谊为我这个 他身边可能就是梁朝伟啊 没有 我觉得可能后来因为 我当了女儿 然后我就搬去香港 那你为什么搬去香港 你还在跟他联络 对 我跟他联络了 是你跟他联络了 可是你们以前到底有多要好 为什么你这么在意 真的很好吗 还是只是一起 真的好 真的好吗 你觉得我们都会 一起去香港了 一起旅游是一个很大的 而且只有我们三个人 只有三个人 那表示是真的 然后我们还常一起跟 佩慈他们一起吃饭 对 我后来也是跟佩慈 也是比较少年过的 也慢慢 你是不是后来发现 我们个性不合 你就渐渐远离我们 我有说小小的那个发现 就是因为我来 不是 因为我来看 你要说什么 你要说什么 不是 因为我刚来台湾 然后你知道我在马来西亚 长大 我们那边的生活 节奏都很慢 那我刚来台湾就认识你们 那每一次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 我是 天哪 所以你说聊天的时候 都是我们在聊 然后没有让你说话的那个 你们也不是刻意 但是就是因为我反应比较慢 所以你们 然后我感觉好像是 有点要强化讲 但因为我又不是那种 那种人 然后有时候我就听你们讲 我也开心 只是说 你不是哪一种人 不是 我不是 我就是 我们是哪一种人 不是不是 因为你们 我觉得我们是有文化差异 就是台北的年轻人 跟马夏的年轻人 然后我小时候长大的地方 又是一个像小城小镇的地方 对 然后 然后你们每次讲话的时候 我就有一点 不知道该在哪里 就是插进去 对 就有一点 不知道该 这个是我心里的一个感受 原来你找到原因了 可能我们要走的那个演艺圈的方向 也不太一样 你们就是后来去主持 然后我就开始又去演戏 这样子 对啊 但是我们有过很美好的 友情的回忆 可是那你还记得 所以她们那时候最常在聊什么吗 都是一些家常话 对 所以你现在还是没有要 做新电话的意思 我跟她说 你电话有变吗 没变吗 电话没有变 二十几年都没变 对啊 我那时候的电话一直用到现在 等一下你电话一下 我应该是会响的 我手机好像没有你名字 还是你没有 对啊 还是你杀了 那你还这样子 做做拼人 你自己不要吻她的电话 对啊 拜托 但是说真的 虽然我们就很久没见 但是你节目我有看 然后其实都知道 对方的这个经历啊 过程 对 其实我也一直在 追求你的新闻 就是希望你过得好啊 什么之类的 好 这是我 唯一可以指出来的人话 对啊 很可爱 快来订阅小姐复习地 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出场的 先订阅小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